11月15号,由中国新闻社主办的第二届蓝莓印象短视频大赛颁奖典礼,即蓝莓印象媒体采风活动启动仪式,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启动,来自泰国、越南、柬埔寨等蓝莓国家的媒体代表齐聚于此,为构建蓝莓命运共同体齐心发力。 蓝莓印象短视频大赛是蓝莓人文合作领域的一个品牌项目,它呈现了蓝长江、湄公河两岸多姿多彩的自然人文,讲述了蓝莓六国人民相知相亲的生动故事,更记录了我们携手建设蓝莓国家命运共同体的辉煌历程。 通过蓝莓印象短视频大赛,我们看到了更真实、更亲切的彼此,平等相待、真诚互助、亲如一家的蓝莓精神,更加深入人心。 据悉,西藏自治区作为蓝沧江流域的重要组成部分,在生态环保、绿色发展、乡村减平、文化旅游等领域独具优势,参与此次采风活动的蓝莓国家媒体人,将深入记录和体会蓝沧江流域的生态人文之美, 为蓝莓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凝聚力量。 蓝沧江梅公河是一条流进亚洲的国际大河,西藏是蓝沧江必经之地,流进藏东明珠、昌都,造就了一条独特的生态大道、人文大道、景观大道。 此次蓝莓印象短视频大赛落户西藏,不禁为我们向蓝莓流域国家展示西藏再次提供宝贵的机会, 也是构筑起我们与各国人民加强交流合作文明互建的新桥梁。 在嘉宾主旨发言中,泰国记者协会副会长曼谷邮报新闻编辑阿努查·扎伦波表示, 此次活动让他梦寐以求的西藏之旅得以实现, 他期待能进一步了解当地民众生活、生态文化保护等情况。 我认为在四个月的四个月,我会有很多经济和知识在拉萨、 兼职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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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兑职、 活动中,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专家也进行了视频主旨发言。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自2014年开始, 在攒沧江流域开展生物多样性监测调查及保护工作。 后续,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将持续在此区域开展生物多样性监测调查, 逐步累计人寿冲突信息,并将试点成效进行推广, 以不同的视角关注不同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。 在当日颁奖典礼上,讲述西藏昌都象丘拉姆老人与高原马路故事的马路情缘, 荣获第二届蓝莓映像短视频大赛一等奖。 获得这份殊荣,对我们团队来说不仅是一份荣誉,更是一份责任。 他激励我们继续前行,用镜头讲述更多关于昌都,关于蓝莓流域, 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故事。